刚才咱们聊了半天了 说这个劳动当中能够产生杂技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方面能够有杂技的萌芽和诞生 刚才这个飞叉 就是战争当中产生的 这个在古代呢 又叫自由系 那就是皇帝占自由啊 那个各种各样的兵器啊 这种表演 到后来就是一个祭祀活动当中 就把这些技巧保存下来了 过去那个 在战争当中 最重视就是谁的力气大 那么就是大力士 他们的节目 后来就保存的特别完好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过去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叫秦王举顶 是的 秦王举顶呢 他是秦朝 他早一些的国君 叫秦武王 他特别喜欢举重 那时候就有三个大力士 一个叫乌火 一个叫孟月 还有一个叫什么 夏玉 还有一个叫 还叫于谦 那个秦王跟那个孟月比试 结果呢 毕竟他的力气不够 这一下砸下来了 就把他的那个膝盖给我砸砸坏了 所以呢 就有这么一个叫秦王举顶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后来这个故事就流传下来 后来到汉代 到魏晋南北朝 都有这个举顶这个节目 后来发展成为力技 顶潭子这算力技吗 对 顶潭子早先算 现在也有点技巧了 也有点技巧了 它交叉了 对 发展到现在 有些记忆就交叉了 那比原来就 可观性更强一些了 对